阿姨 您好 我是沈倦 我是您 我知道你是沈倦 你们分手吧 我是不会和她分手的 我希望 阿姨您能考虑考虑的 多为她想一想 接受她的心意 阿姨 阿姨 我的话都说完了 祝您早点康复 你说我这 急着赶回来 也没吃饭 好了 带你吃饭去 你这样跑出来 不会影响训练吗 没关系啊 我跟雷教练请假了 放心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其实 我妈生病的事 我没告诉你 也不光是因为你要比赛 我从小到大 都习惯一个人做事 我不想依赖任何人 更不想成为别人的麻烦 但是这次我妈生病的事 我发现大家都挺关心我 挺照顾我的 我哥 我哥 还有你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试着跟你们倾诉我内心想的 试着慢慢打开自己 还有你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试着跟你们倾诉我内心想的 试着慢慢打开自己 其实我一开始 我知道阿姨生病的时候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着急忙忙地跑回来 但没想到 阿姨对我的误解还挺深的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着急忙忙地跑回来 但没想到 阿姨对我的误解还挺深的 那我们就说好了 那我们就说好了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吃点东西 我非常地明白 失去亲人以后 那种无能为力的痛苦 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我就想让你健康 因为他爱你 他不想失去你 我的手术 安排在哪一天 我现在就去问医生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了吗 你怎么又买了 这么多东西来 护理这个事啊 我有经验 这些东西 阿姨应该都能够办 给你说个好消息 我妈同意做手术了 那你不用担心了吧 你放心吧 我能照顾好她 你回去好好训练啊 好 那你先回去吧 我看着你走 我想 我想 看你先回去吧 那我走了 沈隽 加油啊 走了 拜拜 负律师 你快递给我那几本书太难了 我边查边看都有点吃力 有没有相关的学术论文啊 相关的学术论文 将网络空间的法理问题 有实力 有分析 最好对进一步完成空间管理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 就是那样的论文 有啊 我帮你写完就有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主要是现在离开学也不远了 我勉强把你的书看下来 后面也没有时间写了 我总不能天天抱着一堆问题 来问你 到时候你肯定嫌我又笨又烦人 不试试怎么知道 好 那我现在就去整理问题 不是 不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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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喂 喂 你们还不回家 雷教练 上午的实弹训练没有做 空箱训练得补回来 你有没有看过自己最近的设计数据 那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 我的第一发入把率太低 导致第二强 第三强都受到影响 要提高第一发的入把率 只有对手部和肩部进行专项训练 才能使这部分力量够强够稳 我在额外发一份训练计划给你 但你必须给我保证 不能耽误咱们的常规训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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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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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晚安 喂 傅律师 我论文问题整理好了 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你这里边问题太多了 语音里说不清楚 要不然直接当面说吧 你现在有空吗 好啊 那我们一会儿在律所附近的 咖啡馆见吧 行 还不错 切入角度蛮新颖的 笑什么 你说呢 你趁人之危偷拍视频 我现在能坐在这儿跟你说话 已经很不错了 是是是 你大人有大量 宰相肚里能撑船 你这个整体框架是没问题的 就是顺序要换一下 把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放到 然后再选择 我先看到 这儿不信心 我现在还没带 我还没带 我自己看 你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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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那个比赛的日子定了 跟你说一声 我知道 十八号对吧 这可是你重返宿舍的第一场大型比赛 到时候我肯定去现场 我待会儿就跟林玉京说你票的事 哎 哎 那个林玉京 有点撞吧 好 我知道了 拿到时候见 怎么了 沈震出什么事了吗 是林玉京 她妈妈生病了